話說台灣人對雞應該是有著特別的情愫 只要是到戶外踏個輕 都會看到以雞為賣點的雞餐廳 甚至要說有山就有雞餐廳都不為過 然而上山吃雞的經驗看官媒一定有 但是上山吃雞的同時 你曾幾何時看過這放山雞是放在哪咧 這就是我們世界附近使用一個雞彩 不是放山雞怎麼會是柵欄雞 它還是外圍要圍起來 看有些一些動物 動物關係充足 它這是比較小的雞嗎 對 這個才有中七 差不多七八抽而已 你又可以進去喔 可以 可以吧 這是你的嗎 對 所以我客戶的 你客戶的可以這樣進啊 我沒有打過招呼 詐騙耶 後面那邊也是嗎 後面也是 我們去過很多的那個雞舍 就養雞場 他們每次都說這個友善環境 有沒有 所以他們有活動的空間 它都小小的 這才叫空間 甚至是跑山 對 可是我有疑問 你如果要賣的時候 你怎麼抓 怎麼抓 這個 其實本身有夜忙在跑 晚上的時候 它的活動力小 晚上的時候關燈關起來的時候 它不少會跑 那時候來抓 比較好抓 這關燈 這樣你們也看不到啊 我們會戴頭燈 一般不是關燈狙高的多一點嗎 關燈抓雞 會不會太擾人聽夢 對不對 睡覺起來已經在雞龍裡面 怎麼又賣出去了 我是這樣子 因為我也沒有別的惡意 就是我們 我們當然是跟我說 你是這邊 對不對 這個放山雞的 雞大王 雞大王 那你自己有嗎 我自己有 你自己有 你自己有帶了多少 對不對 我剛剛有跟你講到 有什麼不敵貌的地方 可以說真的不好意思 你剛剛的態度是 你的呢 你有多少呢 這種 聽到嚇到 對不對 你也嚇到 對 真的 20萬 這是什麼概念 它就是一個社區 對不對 咱們防疫局有規定 放山面積要積涉的兩倍 每隻雞的生活空間 最少是要 30到60平方公尺 不能撿嘴 飼養的時間 要超過14週以上 才能叫做放山雞 為什麼我覺得 他裝機很蠢 這個地方就是要放山雞的 對 是 那邊兩萬 兩萬雞 兩萬雞啊 對 它就還有 滿滿的下面 對 它這邊還有 它是整個斜坡耶 對啊 因為 那邊有一個 山牙下面有斜 你先不要講話 你先 他們沒有那種叫聲 這邊有斜坡耶 那個為什麼 沒有 它到一個週裡 它就會 就會 就會 它本身就是說 他姓成熟了 它成熟就這樣 它就會 就會 這個叫 哦 這就是嗎 對 比較低層的 低層的那個是 因為是母的聲 提的是公雞 公雞才會提 這個大概多大隻耶 這個 湊個差不多12隻 12隻 12隻 對這麼大 多幾隻賣 不是 但是要兩三隻就可以賣了 對 我跟你說你要抓雞對不對 我給你一個機會 我們現在餵雞 雞就聚集過來 太太吃了之後 再出一個程就可以抓 好來 來 真的是因為妳 因為妳在拍 多東西 有可能妳們家的雞 沒有喜歡在地上吃東西 人太多了 很嚇到 對 人有時候太多了 搞不好有時候他 也是自己 等一下你走開 然後他自己就是過來吃 人太胖會不會 人太胖不會 那個沒關係 人太多 對不起 我錯怪你 我再請教一件事情 台灣現在所養的雞 總會有幾種 我說了很多 有那個 就你知道的 大概有幾種 古早雞 黑土雞 有分放山的 有分攝影的 有那個 黃雞 那個 燒爬蝦 鹽雞 對 鹽雞不知道嗎 對 鹽雞什麼都可以做鹽雞吧 原則上只有幾種 有時候可以做鹽雞 真的嗎 對 像這個古早雞又再做鹽雞 其實叫古早雞 對 都叫古早雞 你說放山雞 你剛才把它伸進去對不對 是 有三種 對不對 我請教你一下 我把任何一種雞 你掉到山裡面它跑 都可以叫放山雞嗎 基本上這個雞種本身 要屬於活動性很大 讓它跑山的話 增加它的Lost 它要有 所以那種活動性不大的 你發現它就站在原地不動 它也沒有用 對 它活動力不大 對 它會放山雞 好愛動的雞 對 放山雞 基本上就是古早雞 跟黑魚土雞 這兩種 那所以我們也不是要放山雞 大雞 你放在那邊 你多放 你就站在那邊開幕僅 我們也不會跑來跑去的 對不對 不是那種活動性 好 還是要把運動員放上去的地方 好 那什麼東西 鹹蜂草是不是 台語又平常 真的就喜歡深一點的 你先放在地上 要不然你拿著它 沒有 真的有耶 它會過來 它在猶豫 對 你再低一點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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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這就受傷了 後面你看屁股 就知道它真的沒進去 沒有人這樣抓的 抓翅膀 你要抓翅膀 對 抓雞就算你 我還被嚇了一跳 還被打到 可以了 抓到 好 可以 不好意思 你嚇我幹嘛 恭喜福利 賀喜福利 終於在樂師界 抓到了一隻雞 最後咱們 當然不免俗的 就是要吃雞肉 或許料理在各地 是大同小異 但是北中南的風景 絕對是不一樣的 而上山踏青吃土雞 似乎是一種最重要的儀式 好 從蛋的開始吃 對不對 從它開始 像我們看到一盤 這個白斬雞 你會吃哪一塊 我 腿肉 那你會吃哪一塊 正常我跟一個拿雞胸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吃像這個白斬雞 我怕吃的雞 會太難咬 如果雞胸嫩的話 表示它煮的就很好吃 那你咧 雞腿 雞腿 大家都喜歡吃雞腿 對啊 好不好 我們再來吧 就不要客氣了 我還會有咬勁的 對啊 有咬勁 我們所謂的放山雞 都是有咬勁的 有運動有差 對啊 這個是黑魚的 這是黑魚的 對 這個雞肉本身就是 周齡是 決定大部分的肉吃的口感 好 可是 跑山還是真的 會增加它的彈性 當然 那當然 跑山就增加它的彈性 對 我們在吃這個 很有趣的地方是 越松垮的肉煮熟了之後 它就越柴 對不對 越是雞肉的肉吃起來 它感覺越嫩越有樣子 對 那你吃這種白斬雞說真的 你喜歡吃什麼樣子 我喜歡吃皮和肉中間有點凍的 你所有中間有那個膠質 膠質 這一定有 有 對 它剛煮熟就 因為還沒有 還沒凝固 對啊 像你們自己在養雞 你們會 很愛吃雞肉 還滿喜歡的 他們兩個同時 好 想一下 要想對不對 其實喜歡是一定喜歡 對不對 可是因為太常吃 對 太常吃 對 太常吃 這個就是 去骨雞腿 雞肉是不是 豆乳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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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它這個比較嫩 那個比較嫩 這個比較嫩 有沒有覺得 是有抓醃過的關係 對啊 應該是有醃過的關係 對 真的很嫩 你們不喜歡吃雞肉對不對 喜歡 我們這邊吃你們兩個都不動筷子 你們吃我們常吃 那你要吃 等一下可以聊到同樣的地方 來 快 我夾一塊給妳 來 我們常吃 一咬下去 那個口感就不一樣了 所以妳有吃到是不是 吃第二塊了 對 第二塊 還以為沒辦法夾到 你不覺得嗎 裡面是這個 對 有比較嫩 這個可能是古早雞 這位養雞的專家宜君 沒有 好不好 這位是養雞的法醫 對 正大一個 這可能是古早雞 好 那個什麼雞 九尾雞 妳說的九尾雞是雞種不同的 還是 不是 我們做法 這個放很多料材 已經有意思了 對 也有甘草 你吃吃看 這個喝下去會嗆嗆叫 它都是中藥味 好 我一喝下去就會小孩子就笑聲了 那麼快 是不是很快 那麼快 跳過了生小孩懷胎十月 馬上就有笑聲 這個這兩隻應該是一樣 口感很辣 還有一個這個是公的 公雞 這個是母雞 妳是有看它做是不是 還是妳看這樣子做它是公雞 我知道 我有看它做 煮湯公雞它 比較不會那麼油 比較有口感 母的 母的比較 母的比較油 對 母的會比較油 來這邊感受一下 菜瓜布 誰會知道 現在綠色的都叫菜瓜布 就是因為它來的 就方的那個對不對 妳也叫菜瓜布 對 我也都知道 小時候這個東西我們可以很常用 妳有用過嗎 很少 真的很少 這種就是世代的不同 但是這個東西要找它 就要來這個地方 這裡 對 妳看 那個 那個 那都是嗎 那個 那都是絲 在去完皮的嗎 有點哽咽對不對 大哥 哽咽 大哥 你現在摘的就是這個 是 怎麼找到這個 這個有剝掉皮 這個有剝掉皮 對 它的皮就是這樣剝掉 我從小 就看到這個 我阿嬤都用這個在洗 但是我從來沒有剝過 很療癒 舒爽 這個 妳上次看到它 在什麼樣的店裡面有在賣 沒有印象 我有印象 我最後一次看到它 最起碼是兩年前 在哪裡 在鹽坪北部看過 什麼店 在去賣那種古墊 賣那種桶子 或什麼 掉在那個地方 還有一種就是文青店 文青店現在會有這個 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它會怎麼弄你知道 它會把它結成這麼小一個 然後又綁一個繩子 麻繩這樣 這樣掛在上面這樣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這樣 對不對 其實它也不就是絲瓜裡面的東西 菜瓜布是絲瓜產業裡 最後的剩餘價值 生長有瑕疵 或是採收過程中 沒被採摘到的 通通流到最後變成菜瓜布 產地價格一個五塊錢 但稍微包裝上了文創店 身價可是翻好一倍 對呀 我所知道的挑絲瓜 就粗細差不多 是比較好的絲瓜這種說法 對 像這個就比這個好 對 對不對 為什麼 依照台北市場那邊標準 那這邊 這個就是算是中級的 這個算克比例 就要均勻嘛 對不對 對 它要呈現圓桶型 然後長度要均勻 那你來挑絲瓜怎麼挑 挑絲瓜 還是你不太吃絲瓜 挑硬度 嗯 硬度 對 對 怎麼硬度 就是摸起來 如果是軟軟的 可能就是摘下來很久 就不能軟趴的那種 對 然後我就挑比較結實 比較硬的 其實這個 這個是長滿漂亮的 但味道來說 這個跟它差異性有 一樣 對嘛 一樣好吃 就是看賣相 討厭 對不對 可是賣相真的害死人 那這個跟它表面粗糙度 是不是跟新鮮度也有差 這種的 它是算粗零種 粗零的都是 上面會有鈴片 對 也有其他的品種 它是呈現光滑的 所以不是新鮮度的問題 所以人家本來是光滑鈴木 這個不新鮮 其實人家是種不一樣 你有聽過絲瓜鹿 或是有人講絲瓜水 有 你有聽過 但絲瓜鹿怎麼弄出來你知道 不知道 我以前知道是切開 慢慢讓它滴對不對 算要 採收它的藤的水 不是絲瓜的水 是不是 沒問題 沒問題 這麼搞糕 我一直以為是切開 讓它自己滴 我也是 我原本以為是這樣想 你這邊有在滴嗎 有 哪邊 那邊 這個是 所以絲瓜水不是從上面滴 是在下面接嗎 在下面滴 怎麼滴 它不會應該由上往下滴吧 它這個已經 從藤 割到這邊 這邊把它結斷 結斷之後 把筋然後接起來 它就會這樣接 天啊 我一直以為是絲瓜切開裡面 慢慢滴 你們一次可以接多少袋 像這邊的話 應該可以接五六百袋 但是我們一下子不會接那麼多 五六百袋 對 搞得跟自來水廠一樣 對不對 是每一株都可以有一袋嗎 還是 要看它的流量 流量還要看 對 等一下 這樣一天 一天它可以接多少 先看一下 然後再整區在一起 那我這邊多灑點水 它會吸得比較多 不會 會死掉 陰性 對 還是不能拿 也是看金的 但是我問你 你現在這樣切開對不對 那是不是就等於說 這個它就不會爬上去 對 那所以這個就沒有絲瓜了 對 那絲瓜比較好賺 絲瓜水比較好賺 絲瓜 這個算我們的副產品 副產品 對 怎麼辦 你是負責負的 沒關係 妳的主業是什麼 主業就是在合作社當 我們的承辦 所以它是合作社的人 對 所以妳不會切絲瓜 我不會 不會 那我請教妳一下 我剛進來看妳配這個道 是在配開心的 我會跟他們來看 他們的絲瓜水是怎麼收的 對 就看收得好不好 對 要懂了 文員間督導 關窟 對 關窟 管區 那妳怎麼看 我們還是會看 對 妳現在是看 下一個咧 妳要割哪邊還是怎麼看 就三根 就這三根 對 等一下 妳現在要把它劃開 是 劃開就沒絲瓜了 沒關係 不是 沒關係 妳是剛才那個人做的 妳應該要問問 可以 因為 其實通常收絲瓜水都是 絲瓜不採收了 沒有農藥了 我們才來採收絲瓜水 可是它就沒有絲瓜了 對 它就不會再 不採了 什麼意思不採了 應該是說絲瓜 長相就不會好了 然後呢 沒有 沒有一個經濟效應 它就不會再 等一下 所以從現在 重新什麼 重新種 所以妳現在絲瓜是 但是它剛剛說 兩個月可以收一次 但一年差不多覺得 不太行的時候 就開始在採絲瓜水 對 然後這時候就取絲瓜水 然後取完之後 這些都不要了 對 所以現在都水 所以妳講那個 所以我告訴妳 不是只有這兩個 妳看到妳都可以選 因為它不要了 對 對不對 妳為什麼是覺得這三個比較好 因為它的藤蔓的 顏色 顏色 對 顏色跟粗細 它會影響它的粗水 要粗一點比較好 對 好 怎麼切 通常我們是切進步的 這個結 結的下面 為什麼 因為它這樣子才有個斷面 它才會粗水 來 試試看 直接要切平的還切斜的 都可以 都可以是不是 有時候切斜的會比較 面積大 都可以 水分出來 緊張 還會躲 沒有很乾 妹妹 它通常會要一天 它才會開始出水 等一下 所以它是由下往上嗎 不是這個滴下來 不是 通常我們是接著 然後呢 接下來怎麼弄 要接一根 一根就好嗎 我們通常是三到五根 接一根 接一包 來 再去切 三到五根 這個有要切哪裡嗎 就一樣結下面 對 這個的下面嗎 對 對 然後我們會拿乾淨的絲膠袋 把它包起來 我們會拿這個繩子 把它綁起來 為什麼要鋪報紙 因為我們要綁止下面的 蚊蟲還是 蚊蟲也會 蚊蟲也會吃絲瓜水 會 螞蟻 我們要把它蓋上去 這個絲瓜水你們收到之後會怎麼樣 我們還是會放置六個月 讓它發酵 它會自己發酵 絲瓜水要發酵之後 對皮膚才好 對 它不是現在馬上出來就好 它其實絲瓜水它有一點稠狀 它放了六個月之後 更稠 它發酵之後 它會油醜地轉為清澈 就可以用在我們 油醜地轉為清澈 對 濁地轉為清澈 對 在祈山 絲瓜不是冬天才有 而是一年四季都會有的食材 然而絲瓜 雖然一年四季都有產出 但仍然有所謂的淡光季 像是夏天就是淡季 為什麼夏天是淡季 大哥說因為夏天太熱了 人會受不了 不太適合大量工作 絲瓜 處理好了 你說你們一般絲瓜怎麼樣炒 老師 就清炒 就清炒 對 你有炒過嗎 沒有 我就負責吃而已 負責吃而已 那誰炒 我媽媽 你媽媽 你媽媽也是炒黑黑的嗎 不會 所以你看你媽媽炒過 對 那就簡單 來 我們來猜拳樹得很炒 好 剪刀 石頭 布 不好意思 來 請就位 你怎麼變成魔術 來 請就位 先讓它煎一下 然後煎一下等熱度上來之後翻一下 你會放香油嗎 香油 香油如果要放我也在後面才放 好 但很多人說吃太油 對身體不好 但可是其實絲瓜 油多一點炒起來比較好炒 而且比較香 然後礙於這個場地的受限 我們本來要買泥酒的 沒有 我們只有 喝好一點 所以現在會放一點香油 剛剛它的翻鍋看起來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平常這時候會放泥酒 可是高粱這時候 我不太建議放它 因為它酒精太高了 會烘起來 我們先放一點水 這樣 好 蓋起來就好了 然後開就可以了 開得把它夾出來 怕它說它流起來 來 好 這樣就感覺 它現在差不多將近是 要軟不軟的時候了 對不對 高粱酒精來 要補一點鹽 好 這樣薑的味道會進去 會 會進去 好 好 這樣這道菜就完成了 漂亮 好吃 是不是薑味十足 它不會有不進去的問題 你覺得怎樣 好吃 吃光我也覺得滿剛好的 所以說 我們很多時候沒有到一個地方 你根本不會知道那地方 到底是幹嘛 對不對 誰會知道 以為其善只有香蕉 對不對 沒有想要這邊有吃光 而且是中年都有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 對不對 你不知道還有一個東西 還有什麼 我們待會兒要去那個地方 你甚至不知道台灣有在種這個東西 你知道 在東南亞是非常有名的 沒有想要在東高雄 我們有在種這個東西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 只要你上了料理說 你一定會用到 還有什麼提示嗎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這樣子的速度要來 齁齁 吃飯囉 吃臂 會死 吃火會 嚇唐 谢谢观看